跟妻子旅居欧洲期间正巧赶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3月中旬,美国演员曹操用Vlog记录下疫情期间自己在欧洲的见闻 而他从土耳其一路波折回到西班牙的窘途也受到网友关注 而且家里人也特别想我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打了个车,然后我就去,因为我还有8个小时在这儿呢 我只能进城,就不让我带在机场 到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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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了 中共啊,我到了那个小城市,没得吃 反馈都关门了 到最后我怕我那个航班都会被取消了 我那个航班去西班牙是唯一那天没被取消的 所有其他的100多个航班都被取消了 回忆起这段路程,曹操感慨 能平安抵达西班牙的暂居地,自己已经比别人幸运得多 曹操参演过《血色浪漫》《鬼吹灯之巡龙诀》等影视作品 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因为这段故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 因为喜爱中国文化和历史 1996年曹操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又在北京娶妻生子 一待就是二十几年 疫情下他也关注了和中国相关的新闻 对于一些偏激甚至带有歧视色彩的观点 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疫情等于给世界上了个课 什么课呢 你说 什么 最没有种族歧视 这个病毒 一点没有种族歧视 对吧 黄的 白的 绿的 紫的 不管什么色 他对你一样的态度 所以什么呢 我们 人类 得手拉着手 对抗 这另外一个物种 所以 我希望 包括美国 包括法国 包括西班牙 包括中国 疫情过了之后 这个疫情最大的影响 对世界 是让 世界的人民 了解到这个事实 其实我们都是一艘船的 由于西班牙目前大部分地区 还在封锁之中 为了让宅在家的日子不虚度 曹操也在利用这段时间 学习西班牙语 但是他们语法太难了 太难了 就是 这些什么法语 西班牙语这个语法 比中文语法 难学 十倍 二十倍 问题不会太大 但是 这个过程特别困难 你说这时候 我不好好学 那我这个老脸在哪呢 说 那个时候 我没时间 你什么没时间 你除了时间 你没别的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 曹操说 将来还是想继续拍电影 虽然自己在其他国家 也有住处 但是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能早点回到北京的家中 从我二十三岁就住在中国 我现在四十七了 老头了 所以 整个我 我所有工作经验 我所有生活经验 除了我当小孩之外 都是在中国 所以我现在还挺想回去 只是得看 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好 好 那 嗯 嗯 嗯